大家好,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 浪费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疫,拼经济,反网报》 好,今节我们就讲一讲这个 又是俄气 其实是什么事呢?就是 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又向其他国家动手 就断他们气 刚刚就断了荷兰 社长也有说过 之后就会 Who is next? 很多人都猜到了,就是丹麦 究竟为什么这两个国家 是首先被人断气呢? 其实之前的牺牲者或者牺牲国 就有波兰、保加利亚和芬兰 荷兰就成为了新一个被俄罗斯 切断天然气的国家 其实在30日的时候 俄气公司Gasprom 发布了消息 就说 喂老板 4月份差我们 买气的 钱还未到 就告诉他们 31日就是昨天 正式断供 Gas 就是天然气 荷兰的 天然气公司就叫做Gas Terra 他也是作出回应的 他就说 昨天的的确确 俄气公司已经停止向他们提供天然气 因为他们是拒绝了普京大帝提出的劳报结算令 Gas Terra是荷兰部分国有的公司 荷兰政府持有50%的股份 能源巨头 显鹤还有埃克森美夫各持25% 荷兰的能源部长 Rock Jacketon 其实就说 我理解的 我理解为什么被人断气 因为 我们不肯妥协 不肯用劳报结算 不过 这个决定是不会对荷兰普通家庭 造成任何负面影响 另外 下一个目标 其实大家都猜到 就是 丹麦 丹麦最大的能源公司 Oster 其实 发布了官方声明 就说 他们 已经准备着 应对 如果真是被俄罗斯断气 时 如何做 到今时今刻为止 我们就 未收到确切知识 他真是被人断气 这间丹麦的公司就说 俄气公司一直要求他们公司 使用劳报支付进口天然气的款行 而公司也多次表态 很缺绝地说 No 是坚持用欧罗付钱 考虑到昨天已经是 即是5月31日 已经是最后的付款期限 所以今天 说他 我读节目的时候 会被断气 丹麦 丹麦这间Oster 公司就说 俄罗斯 不可能直接 切断对丹麦的天然气供应 两个国家 是没有直接的管道 因为没有直接管道 他就说不能直接切断 其实 意味着 丹麦 应该 仍然可以 通过从欧洲市场 购买天然气 来保证供应 在俄罗斯切断 那么多个国家的公器的时候 欧盟委员会 提出第六轮制裁 所以 这个方案 我看到就好像 我做节目的时候就好像是 局部通过了 当然 欧盟就企图通过 禁运俄罗斯的能源来打击俄罗斯 但是 这个努布结算令一出来 有些国家都是 照去 有些国家都是照去 努布结算令是何时呢 就是3月底 普京 就签署了一项法案 要求来自 不友好国家及地区的 买家 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 Gasprong Bank 开设欧元和 是 努布的账户 这个交易的交易对手之后 就会被修改 就为了限制 俄罗斯央行的参与 其实俄罗斯央行 就是在受 欧盟的制裁 当然 德国和意大利 他们 是 没有荷兰和丹麦那么有雷气 他们作为欧盟最大的两个天然气 的 购买者 当然 从俄罗斯 他们就认为 这种支付方法 是符合欧盟的 制裁措施 亦符合长期 供应协议的合同条款 所以 德国和意大利的 付款 的期限就到了 究竟他们是不是有付钱 我想 会 我想会 欧盟 已经是逐渐强化 他们的指导意见 就警告 用劳报 银行账户可能会违反制裁令 并且提醒企业 要注意 汇率的风险 虽然 有上述的警告 但是 意大利的 埃尼集团 都是开设了 劳报银行账户 表明了这些公司已经做好 在必要时 遵守 俄罗斯 劳报结算令 就用劳报去支付 当然是为了拿到天然气 当然 荷兰当然是怯了他 我们 是不会遵守 劳报结算令 因为是可能违反欧盟的制裁令 并且带来太多的金融和操作风险 这个主要是因为 俄罗斯开设的账户 是在莫斯科控制之下 由于 Gastera 即是荷兰 这家公司还有 奥斯顿也是拒绝改变他们支付方式 所以他们被断气也是迟早的事 荷兰当然被断气了 丹麦应该今天也有机会就没有了 都会被断气 丹麦现在 有件事 因为 俄罗斯的 出兵乌克兰 令到他们可能改变初冲 究竟是什么事呢 今天星期三 丹麦人 就会决定是否放弃他们国家 在欧盟防务及安全政策上 选择退出权 这个就是 他们今天要公投的 就是选择退出权 你要保留 还是不要 这个也是俄罗斯 对乌克兰全面开战之后 北欧最新的潜在巨大变化 丹麦人 今天就会投票了 决定 是否放弃这个国家 在欧盟 防务及安全政策上的 选择退出权 选择退出权是什么呢 是指选择性这样加入 或者 不加入 又或者不执行 某项 欧盟法律 或者是 条约的权利 丹麦今天 就会有 430万合资格选民进行公投 有超过65%的人 是支持 放弃这项 豁免权 即是他们觉得 不应该保留这项豁免权 要跟欧盟 如果不是 就是没有了一些 讨论的 地位 你要知道这个选择退出权 是选择性的不加入 他们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不就是这样 这个也挺好笑因为 很多人就觉得 对 欧盟的某些规例是 说不都挺个人 你是欧盟的 但是 你又是对他某些规例说不 在丹麦 过往的 反对欧盟的公投历史上 其实 经常他们都会向欧盟说不 但是 中间偏左的政府 就很乐观 就认为 这个 撕堪的 拿维亚 半岛国家 就是 当然 北欧也是这个半岛 就会 结束他们作为 唯一 不参与 欧盟防务合作的 成员国地位的 正确时机 即是 现在是时候 不要要这个 选择退出权 不要再保留这个选择退出权 是时候 是要 一起和欧盟一起防务 丹麦的首相 弗雷泽里克森 在宣布公投时就说 丹麦是属于欧洲的中心 而且无条件地属于欧洲 所以我们应该是 不要要这个 选择退出权 还有现在 普京对 乌克兰出兵 他们 可能会害怕 因为如果你有欧盟一起 和你防御 是否会好些 执政党是什么呢 丹麦就是 社会民主党 他们国防部的发言人 叫Yanson 赞神就说 北约仍然是 丹麦的 国防和安全的主要工具 欧盟就是另外一个工具 因为丹麦也是 北约国家 如果丹麦人 置身于欧盟的合作之外 就不可以参与防务的讨论 其实我们看到民意调查 我们也说过 很多人希望结束 选择退出权 65%的人就觉得 不要要这个选择退出权 大家一起共同防务 但是 你知道丹麦长期以来 都有一大批移欧派 是坏二个二 还有很多专家政客就觉得 这件事不一定是可以的 即是可能 现在民调和最终的 选民选出来的不同 丹麦其实在1992年 全民公投当中 是否决了欧盟的 马斯特里克特条约 就获得了这个所谓的 选择性退出权 他们就可以选择性地退出 欧盟防务合作 欧元区成员资格 还有就是司法事务的权力 丹麦人 之后在2000年 是拒绝加入 欧元区 我没有记错的话 丹麦是用黑浪的 不是用欧罗的 是用黑浪的 好像瑞典还是用黑浪的 没有记错的话 凭记忆说 小弟都去过一两次 这些北欧国家 其实 就在丹麦 最近一次公投的 前几个星期 瑞典和芬蘭是选择加入北约 这个都是 北欧地区几十年来 的一个巨大改变 虽然 丹麦在2015年的时候 是投票反对改变他们在 司法事务上的 选择退出权 但是 因为看到芬蘭和 瑞典这两个 北欧兄弟 他们都是参加更加多 叫做国际防务组织 当然 这两个国家都是 欧盟成员国 他们就想加入北约 丹麦两样都有 是否应该好处 所以 很多人就觉得 都不要再次 保留 选择退出权 一起去参与 防御的事务 否则 别人不理我们 丹麦依然是有在北约 是开放他们的 国土 是被外国的军队在上面训练和演习的 这次 沃乌冲突之后 这是二十世纪 五十年代第一次 也知道现在是要团结 他们觉得这样才能顶着俄罗斯 但是 大家看到随着美国开始 将重心移到亚洲 丹麦 就担心 而欧派 就会说 喂 已经有 这个北约 你还要 不要这个 选择退出权 要参加欧盟的 军事事务 军事开支可能会增加 因为其他欧盟国家都增加 但是你要想一想 是不是 这些很简单 一只竹就是二截弯 几只竹就是 什么截难 多些人和你逢雨是否好一点 选择退出权的 后果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就令到 你会 单薄一点 因为有个欧盟在帮助你会好一点 亦都令到 丹麦在欧盟的 防御事务上 是丧失影响力的 不可以参加谈判 在涉及欧盟安全和防务时 丹麦的声语是有所损害的 其实 1993年以来 丹麦已经使用了 235次选择退出权 当然丹麦有些学者就说 喂 我们邻国德国 德国和 丹麦是邻国 最近对于国防和安全政策有重大改变 因为柏林以前就不舍得花那么多钱在 军事开支上 现在都是付那么多钱下去 加大军事开支 就为了回应俄乌战争 所以这次的公投 亦都是 是 体现了 为伦国都敢做 和他是舍得 给多多钱 那会不会我们一起防御会好 所以 我觉得今天丹麦人是会放弃选择退出权 不过 有些移欧分子 就说丹麦 靠北约就可以了 因为当时 马克龙 和 冯德罗因 马克龙 是法国总统 冯德罗因是委员会主席 他们就说 希望建立欧盟军队 是不是 令到丹麦会花多钱呢 所以有些人就说 哎呀他们加入 欧盟军队花很多钱 所以我们都不要要 有 讨论的权利 不要加入 还有有一个政党就是丹麦的 民粹主义政党或者民族主义政党 就叫丹麦人民党 他们就是丹麦主要的移欧派 他们就希望保留选择退出权 因为 有什么时候就可以松 他们也说 如果我们 不要这个 选择退出权 到时欧盟他说 早见什么军队我们又要付钱 这样不着数 你又不想想 你着数时有那么多人一起和你防卫 顶你呀 我们看到其实这次的投票 就在丹麦时间早上8点 开始 晚上8点 就结束 那应该 明天就应该知道全部结果 丹麦都挺个人的 他从1973年以来 一直都是 欧盟的成国 1992年 在对 转移更多权力 给布鲁塞尔一件事 他们是急煞车的 当时有50.7%的丹麦盟 众反对欧盟 创始条约 就是这个 刚才说的 马斯 财克条约 这个条约必须是所有欧盟成员 批准才可以生效 为了说服丹麦 同意 哥本哈根当局 就是对一系列的豁免事项进行磋商 而最后丹麦民众才是1993年到4ES点头怀好 自从那次之后 其实 丹麦一直对欧洲 单一货币 和欧洲 欧盟司法 还有内政 还有国防共同政策 置身事外 对 欧盟 的共同防卫政策 行使选择退出权的话 意味着 丹麦这个 国家 是不会参与涉及国防的 欧盟外交政策 亦不会对欧盟的军事 任务派遣任何部队 但是如果你有事 别人都会帮你的 丹麦是唯一 已经对欧盟 防卫政策谈判选择退出权的国家 虽然 马尔他实际上 都是处于防卫之外 但是 现在 他用了235次选择退出权 所以有前科 现在 俄罗斯也是叫 但是很搞笑 俄罗斯媒体说 他不能受到欧盟摆布 所以要保留选择退出权 但是 现在 你有可能被人断气 在普京的 压力之下 我相信丹麦人会选择 不要选择退出权 和欧盟一起做防务工作 好,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我喜欢 谢谢 别说 我喜欢